接下來跟各位提到的東西叫做吸熱跟放熱 物質發生變化、物理變化或放水變化的時候 經常會犯水能量的基礎吸收或者是放出來 我們稱為所謂的吸熱或者是放熱 吸熱就是所謂的吸收能量 比如說融化跟氣化就是物理變化 它要吸熱 電解跟加熱分解呢 我們就是放水變化 它也是要吸熱 放熱就是放出能量的 比如說凝結跟凝固 這是物理變化 這是放熱 然後或者是酸鹼中和燃燒就是化學變化是會放熱的 國中在教你說這個東西叫吸熱要放熱的時候 它講的其實是吸收能量或者是放出能量 不見得是吸收熱能 吸收電、吸收光 我們把它稱之為所謂的吸熱反應 或者是放出電、放出光圍 或是所謂的放熱反應 所以國中所稱的吸熱跟放熱是指的是吸收能量 或者是放出能量 然後有些事是你要背的 國中你所學到的化學變化幾乎都是放熱 所以放熱就不要背 你只要背吸熱就好 你只要背吸熱好 沒背過的就是放熱 那誰會吸熱呢 電解、電鍍、電鍊 三年級下學期的時候教 它們就要吸收電 所以我們稱為吸熱吸收能量 它要吸收電來分解 吸收電來分解叫電解 所以這叫做吸熱反應 光核就會不要吸收光 所以叫做吸熱反應 加熱之後會分解 剛才跟你講說碳酸鈣受熱會分解 產生二氧化碳 碳酸氫鈉受熱會分解產生二氧化碳 氧化孔受熱會產生氧跟孔 這個是考試考過的 考試考過的 這都是吸收熱量然後分解 所以它是一個吸熱的化學反應 還有呢 加熱去結晶水 我們烤一烤水不見了 加熱去結晶水 這也是一個化...去結晶水是一個化學變化 它要吸收熱去結晶水 所以是一個吸熱的化學變化 我們有學過兩個嘛 哪兩個你還記得嗎 一個叫做 濾化雅菇 有水的濾化雅菇 粉紅色沒有水的濾化雅菇 藍色我說你要背 記得嗎 你要背 還有誰 油三銅 有水的叫做晶體 沒有水的叫做粉末 有水的是藍色 沒有水的是白色 所以藍色會從晶體加熱變白色的蒜頭粉末 所以這是加熱去結晶水 加熱去結晶水 這叫做吸熱 還有呢 尿素甲醛素質聚合 尿素加甲醛這個東西聚合成為尿素甲醛素質 這個反應是一個吸熱的反應 但這個實驗如果你有做 現在已經不做了 這個實驗以前實驗有時候 現在為什麼不做 因為這個實驗要用濃油酸 怕你們 油米米米泡泡泡的皮膚受到傷害 所以就不做了 不做了 那個反應你在做的時候 你窩是滿燙的 燙的 燙的表什麼意思 放熱 那怎麼是放熱 是濃油酸 濃油酸脫水會 放熱 所以尿素加甲醛變成尿素甲醛素質 本身反應是吸熱 但是做起來你感覺在放熱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因為濃油酸脫水在放熱 這就是吸熱的化學反應 剛剛跟你講過了 國中的化學變化幾乎都是放熱 放熱不用備 把吸熱的備起來 沒備過的就是放熱 沒備過的就是放熱 OK 蕭酸甲跟鹽巴融於水 所以 食鹽融於水會變成 納磷子跟氯磷子 所以應該叫做化學變化 蕭酸甲已經會解離 所以叫化學變化 然後 它是會吸熱的 你們八年級 當初在做蕭酸甲實驗的時候 我有要學生去摸那個飾管 讓他覺得是冷的還是冰的 結果發現它是冰的 所以表示什麼意思 吸熱 可能要記住 蕭酸甲融於水是一個吸熱的變化 吸熱的變化 OK 這樣守恒定律 就是 物理變化化的都是 但是我們主要在化學變化的時候講說 化學反應的前後 那個總質量不會改變 可以根據原子說來警示 因為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組合 其總類跟輸入沒有發生改變 叫做質量守恒 考試也考過 那很簡單 原來有100克 後來還是 100克 很容易就處理掉事情 但是請注意 要講質量守恒 必須要所有質量都算到 課本那邊講過了 我加熱方糖 發現質量會減少 我加熱鋼絲喔 發現質量會增加 因為你少算了加熱方糖 跑去認出去的水 你少算了加熱鋼絲喔 會加進來的量 所以你才會覺得質量不守恒 所以如果要質量守恒 必須要把所有玩意兒都算得到 你才會有質量守恒 否則就會發現不守恒的情況 那麼 東西在發生變化的時候 經常是既有物理變化 也有化學變化 甚至於物理變化會促進化學變化 化學變化會促進物理變化 通常是兼而有之的 兼而有之的 都會有的 比如說 我們基本上考慮就是蠟燭燃燒 蠟燃燒分兩段 前半段叫做物理變化 後半段叫做化學變化 前半段物理變化是 物體的蠟會變成一體的蠟 然後被燈芯吸上來 然後再被氣體的蠟跑到外面去 然後後半段才是化學 或是氣體的蠟去跟空氣的氧作用 然後發生燃燒 聚業的氧化 發生光跟熱 然後會產生什麼東西 找一位 可愛的 告訴我 蠟燭燃燒產生什麼 兩個東西 A跟B 5 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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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